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系 如果石油确定不在意美元计价 会导致全球对美元的需求立刻会下降 那这更可能会让美国的通膨再上升 利率上升 国债市场疲弱 这都是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那这个本来要签呢 为什么一直拖拖拖到最后宣布不签 那沙烏地阿拉伯不再续签 会怎么撼动霸权的美元地位 利亚德目前说首都这里的判断 可能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 作为石油出口来定锚 这个包括的可能性有人民币 欧元 卢布 日元 甚至考虑用比特币数位货币 因为其实好几个国家自己也发 像中国大陆也发中国的数位货币等等 这种数位货币也是可能的考虑的时候 这样摆脱石油的美元体系 会让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这些中东国家 更有广泛的地缘政治的调整的空间 例如像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减少对美元依赖的时候 避免被制裁 那可以加强跟其他经济大国 像中国 俄罗斯 金砖国家 另外一个货币的合作系统的时候 这个经济体可以产生的强势的作为 哇 这影响本来是金砖国家自己说一说 当连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都不在意美元来交易的时候 这个影响就真的大条了 所以中东资本瞄准中国市场分析起来 就有另外一个更深入的不同角度了 根据陆媒的报道 过去一年多 中东的资本不断在中国市场扫货 资金一直进去 进入的中东资本都是针对主权基金展望后市 还有中东资本要加大对中国企业投资 还只是开始而已吗 那因为被说外资逃走 是欧美的外资 在中美对抗底下一直离开中国大陆 那么中东这些资本进去补得了 补得了多少 或者是影响本质的中国的新能源车 自动驾驶这一类的企业 同时也可以带动自己中东的成长有多少 观光光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包括赖金泽总统一直说 希望两岸观光能够恢复等等 但问题是 中美大陆观光客去哪里了 欧洲国家就说观光客中国大陆没有回来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疫情之后 中国大批的游客出去了哪里 涌向了阿联酋 沙尔地阿拉伯 埃及 摩洛哥等等这些国家 中东还有北非 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个月到中东旅行的预定量 已经增长了三位数 六月份 甚至阿联酋旅游机构透露 一共接待了去年120万名中国游客 光阿联酋而已 那么游客人数预计今年还会再大幅成长 所以分析师跟业内人士都预测 未来这种中国跟中东的合作 把欧美的游客 全部吸引到中东去之后 将会有很多直上的量上的变化 包括国泰航空也要开办 香港跟利亚的直航的航班 10月开始 更多的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的联盟 文化交流 观光交流 起航的仪式会在6月6号香港举行 所以连续遭到美国跟欧洲制裁 在关税上电动车的中国大陆 他们怎么做 现在转口转向开发中国家 华尔街日报报导是说 失去西方市场之后 中国的出口机器还能继续运转吗 这个报导内容告诉大家 欧盟对电动车科与的新一轮关税 还有重塑秩序的概念 现在往开发中国家去补 包括这些中东国家 会影响的是有办法运转吗 我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那么当欧洲祭出对于 中国电动车的大幅关税的 所谓要制裁之后 其实是自己国内的汽车业相关类股 全部重点 重扁重点 因为怕如果中国大陆反制 也往汽车这个方向走 就影响非常的大 但想不到中国先做的是什么 乳制品 猪肉 先反补贴调查 这也是出口的大宗 当然也有针对性 针对欧洲哪些国家 接下来是不是汽车也要 传产 有电车也要加以 所谓的反制 这些也不知道 但其实这些企业都已经刺了蛋 至于G7 像这样子的联盟的画面 看起来西装笔挺 我看到他们的会场 也是非常的美轮美奂 在豪华的度假村 可是被说 除了意大利总理以外 其他六名领袖 都是薄脚丫 最后晚餐 什么意思 比方说这么一个人 民调低迷的杜鲁道 公开表示 每天都在考虑 辞去他疯狂的工作 如果不死 说不定也是名义上 民调又低 会影响他自己政党的地位吗 肖茲在德国 社会民主党 欧洲议会选举 遭遇重大挫败 位置可能不薄 更不用讲 岸田文雄 到美国去回来以后 其实降到了 支持度以来 最新的低点 马克宏更厉害 苏纳克也是 马克宏直接解散国会 提前大选 做最后的苦战 能不能留住 不知道 所以标题变成 G7变成 梅洛尼根六只薄脚鸭 那蛮尴尬的 所以当11月大选的拜登 现在也面对了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民调 都在各州落后的情况之下 儿子Hunter 还因为非法持枪持毒 被定罪 跟川普的首场辩论 两个礼拜 想象两个礼拜之后 他就要跟川普辩论了 他今天只有讲说 我不会帮我的儿子特色 他如果特色还得了 但问题是 接下来的辩论选局结果 其实大家觉得 还很难说 没有人有把握的时候 明年G7跟梅洛尼拍照的 会不会通通都换人 一群弱势领袖 怎么领导西方 这是很多的外媒分析的角度 让大家质疑 偏偏又要抗中 在俄乌战争中 中国大陆的全球性竞争 这些挑战 对美国来讲 已经不是单一的课题 已经是在各个领域 都出现了大的麻烦 亮哥怎么看 沙奥地阿拉伯这个决定 沙奥地阿拉伯跟美国 这个石油美元合约 是有历史背景的 就是美国是 中东石油的最大买家 然后沙特也需要 美国的安全担保 所以就做了一个大交易 目前 美国已经不是买家 甚至是竞争者 他最大买家变成中国 买了26% 然后安全担保 他跟伊朗的矛盾正在化解 所以安全担保坦白说 美国有时候还会忌惮以色列 所以有一些战略性武器 都不卖给他 事实上东风导弹 就是中国卖给沙奥地阿拉伯 所以不管是石油的贸易 还有这个安全担保 沙奥地阿拉伯都不需要美国 另外因为今年 我们知道沙奥地阿拉伯刚参加了金专国 今天的主题就是非美元支付 所以我觉得他也要表达一下立场 所以这个也是增加 他未来地缘政治的铺排 还有增加他各种货币资产的多元化 因为他现在太集中投资美元资产 所以对他来讲风险太高 而且美国动不动就会用 SWIFT来制裁别人 中东土豪也会怕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也不是民主国家 所以我觉得有种种考虑 这个事情如果开始成真 我认为中国一定是第一个 就是跟沙奥地阿拉伯这个交易 他就会开始想说 可能部分用人民币来支付 因为他这个量非常的大 26% 而且他这个会有联动性 他会联动很多OPEC的国家 也开始用同样的做法 因为他旁边就几个小弟 都他的好朋友 阿联酋 卡达 还有其他的跟美国也没那么好的 比如说伊朗 或者是我们说伊拉克 委内罪立刻跟进 所以这个对美元作为国际的贸易货币的占比 一定会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冲击之大 包括他的选情都一样的不妙 朱老师 你看看中国大陆光是游客 在跟中东的转移 还有包括投资 欧美的外资撤 但就有其他的可以补得上 这有办法衔接的上吗 首先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货币的使用 其实在全球来讲的确有增加 整体来讲 就是说在过去几年 这些非传统货币 包括人民币 包括澳元 家元 乃至于一些北欧的货币 其实它的使用都在增加 所以沙兰加拉伯这个决定 它当然会加速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不过整体来说 美元占主导地位 美元占绝对多数的这种情况 短期间是不会改变的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几个数字 因为其实过去几年 这个趋势就已经持续增加 就我刚讲 中国大陆货币 其他的这种非传统货币提升 就是已经在持续了 但是美国的占多数这个结构 没有太大改变 大概从2020年代60% 现在掉下来到58% 我讲这个60%到58% 就是说它在全球各国中央银行 所持有的外汇储备 它所使用的货币 仍然有58%美元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全球贸易的这种信贷 它所使用的货币 那美元占多少 84% 欧元也不过只有5%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当然两个因素 第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因为虽然说其他国家 它会使用人民币 或其他的非传统货币 但是它必须要在它所有的交易上 都能够使用人民币 那么它才会增加去使用人民币 而目前这个结构仍然是美元 就是说你除了石油之外 你买其他的商品 其他购买其他的服务 仍然是用美元交易 所以你虽然石油 它现在不是说不用美元交易 它是说是不必 一定要用美元交易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因为有一个这种 就是所谓规模经济 或范畴经济的情况 所以其他货币 要在短期间改变 这是很难的 像全球人民币使用 现在是多少 那就以外汇储备来讲 人民币大概是在3%左右 那以全球的外汇使用来讲 或者我刚才讲 这种外汇的信贷来讲 人民币也差不多就是3到5之间 所以它距离还是蛮大的 但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 因为美国有一个非常开放的 一个金融体系 其他国家都会 就是其他国家人民 企业 政府都可以把钱 存到美国去 它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 这种国内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 这个大概在其他国家 是比较难以跟得上的 像中国大陆当然考虑到 它的产业政策 它的这种经济安全 所以它对于资本账的开放 对于金融体系的开放 它是非常谨慎 这个当然就会限制了 人民币的流通跟使用 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讲 美国的这种占余 占多数的这种结构 短期间还是不会改变 可是冰山一角 当融了一块之后 未来美元还有没有办法 这样称霸 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的警讯 包括了对中国大陆的挑战 G7的组织 还有没有办法这么强力 影响社会国际的秩序 都还很难说 我觉得G7就现在很明显的 面临金砖挑战 这个金砖来讲的话 现在有很多国家等得进去 其实金砖国家就是以中国为首 联合这种中等的强国 来对抗金7 G7这些强国 这是看这张照片里面 其实很明显看得出来 为什么梅洛迪比较安全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极右派的 对不对 但其他人来讲 他大概中间偏右 或者走中间 但是欧洲现在 这次欧盟会议选举 议员选举里面 我们就看得出来 其实欧洲 因为他通膨的关系 还有他的这种 欧乌战争的影响 造成他整个社会民主结构 开始慢慢就很明显的 向右边来靠拢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看到这次当选的 包括像法国马克宏来讲的话 他所属的政党得票 大概只有15%多 还不知道 14点多 反而雷鹏当初跟他金人对手 得票超过他的一倍以上到30%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欧洲 因为欧乌战争还有通膨的影响 其实很明显的 明显有很多改变 积极的走向极右派 向极右派来靠拢 所以明天来讲 我想说这次 不管是欧洲英国都面临这些问题 我特别要讲一下 这个有关于 如果说沙烏地阿拉伯 去除美元当交易来讲的话 对美国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为什么 大家要记得美国第二次不安战争 也就是攻打伊拉克的时候 他用什么理由 我记得那时候我想大家都还有印象 鲍威尔他国务卿拿了一罐洗衣粉 然后在那边说这就是证据 对不对 后来自己他自己也才能 那罐只是洗衣粉 他说这个是生物毒计 所以他利用这名义去攻打伊拉克 结果后来把海山都吊死了 海山也被他们最后猝死 猝死以后去整个伊拉克翻了一圈 什么生物战技 什么致命性的武器也都没有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伊拉克 海山来讲 他不要用美元来做食物交易 他要用欧元 所以美国来讲 认为他美元在食物影响 霸群的地位会受到影响 我们都知道 这个美元就会跟美军 还有美债连接在一起 当我国家军力强大的话 我就逼着你用美元 对不对 你食物不要逼着你用美元 因为我美元之前 我就可以去发行美债 我用美债以后 我这个回过头来 我借了钱以后 我就可以培养我的美军 所以它是循环在一起的 这次来讲如果说是 沙烏地阿拉伯带头不用美元 他可以用其他货币交换来讲的话 我想说影响的不只是 沙烏地阿拉伯 会整个OPEC国家来讲 都会受到 这个所谓蝴蝶效应的影响 会不会连锁到其他产油国家 也 OPEC这些国家也开始 我也学习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我开始就不用你美元 来做食油交易 那美元 所以现在还值钱 就是因为他还跟食油平常一样 是挂钩 但一旦不能挂钩来讲的话 紧接着很惨的 美国的经济 将会被打回到基本面 也就是说 很会面临很严重的经济衰退 尤其他有这么庞大的 国债状况之下 我觉得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不好 很不好 而且很难过的一个消息 接下来休息一下 我们还要看东协 东协也一样 有相对中美之间的 对抗跟挑战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